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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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5號 新疆烏魯木齊市的居民 紛紛衝出家門要求解封 甚至有民眾齊聚市政府前抗議 大批軍警察到現場鎮壓 憤怒的民眾高喊要死一塊兒子 並要求全面解封 你們是誰的孩子又是誰的爸爸 你們良心不疼嗎 今天死了多少人 你們良心不疼嗎 在一處抗議現場 一名民眾質問政府領導 封控一百多天 死了多少人 無論我們的老百姓對與錯 你們不應該暴力投放 當晚 烏魯木齊市委書記楊發森到現場講話 承諾26號所有的低風險小區解封 11月26號上午 居住在烏魯木齊的王女士說 目前低風險小區暫時還沒有解封 根據當地通報 24號19點49分 烏魯木齊一棟高層住宅樓發生火災 造成10人死亡 9人受傷 一名新疆女子發視頻講述 新疆疫情封控導致了這場災難 高峰縣小區她把這個小區的門全都是封著的 人們沒有辦法打開單元門出來 然後呢 樓下還莫名其妙地安裝了很多的柵欄 木樁子 導致火災發生了以後 半個多小時消防車才進到這個小區 然後呢 花了兩個小時 將近兩個小時的時間 去拆這些木樁 柵欄 鐵皮 小區裡又因為一百多天的封控 很多私家車 打不著火 也沒辦法挪車 這位女子說 有些車主甚至在方艙隔離 所以消防車沒辦法到達現場滅火 導致許多死傷 她說 新疆是牢籠 是地獄 外地人千萬不要來新疆 新唐人記者李韻王佩涵採訪報導